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斗指实在太脆 一不小心就挂了 2021年陈寗星接连扮演了两剧女诗 致命复活里一出场就开挂 直接被人气势荒野 惊悚剧《幻命真相》中 连个出场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是一张遗照登场 之后的剧情 它全部活在其他人的回忆中 在编剧单排下 陈寗星在浴缸自尽的那一幕还是蛮恐怖的 夜黑风高的背景下 一头长发 皮肤惨白的女尸 就这样玉体横闯在观众眼前 既相艳又恐怖的剧情 相当吸睛 按理说 港姐出身的陈寗星 身材容貌样样不差 为啥就这么不招TVB待见 偏偏不让她活着出镜呢 这件事 想必TVB也挺无奈的 对于一个绯闻不断 又能力也差得离谱的员工 这样的做法才最安全吧 因为能将香港确诊过的疫情数据 在报道中接连出错的主持人 除了陈寗星再无旁人了 这可是属于重大播音事故 所以TVB高层震怒之后的结果可是相当严重的 既然节目搞砸了 那就别想演活人了 演尸体去吧 那么就算演死绝 陈寗星为何还演的乐此不疲 津津有味呢 只能说 人家进入娱乐圈的目的 玩的就是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吊金规手段 在这个寒门很难出贵子的时代 堂堂七十男儿都未必能跨越阶级 出人头地 更何况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子 陈家是警察世家 陈爸爸从小就是在黄竹坑警察宿舍长大的 香港原本就是寸土寸金之地 陈家住的房子是陈爸爸退休后单位分配的公屋 一家三口挤在九龙湾启秦村 家徒四壁的环境催生了一个励志要跨越阶层脱贫致富的愤青 1987年胜任的陈亭欣是家中独女 2010年22岁的陈亭欣加入了选美斗艳的大军 凭借笑出牙根的招牌笑容 不仅一举多魁 同时还获得了国际亲善小姐跟旅游大使的称号 成为媒体盛赞的三料冠军 然而对于评委独色的审美 网友表示不服 贺道采不断地表示 港姐越来越丑 干脆叫选丑大会好了 脑回路亲戚的网友还给陈亭欣扣了一顶猪扒港姐的帽子 只因为他在竞选期间 表现平平不说 笑的时候露出牙根的样子极为不雅 即便如此 福星高照的陈亭欣 顶着金光闪闪的港姐殊荣 顺利签约TVB 只不过他的星光之路却与众不同 越演越尴尬 越演越没有活口 TVB将那些其他女演员不爱演的角色 几乎全部打包扔给了他 致命复活里 他是跟男主有奸情的女秘书 《法网狙击》中 他是勾引男主的骚情女子 全职美女中 他被扒得一干二净 再次上演拜金女剧情 这一次他勾引的男主是张照辉扮演的富豪 这种乱七八糟的角色演得多了 受此启发的陈亭欣 在猎豪方面可是从来没有手软过 事实上早在2010年 没有戴上港姐桂冠之前 陈亭欣的目的就已经相当明确了 彼时群方正宴 美女如银的赛场 她并非是夺冠的热门人物 但是陈亭欣却见左偏锋 向赞助商康泰旅行社的太子爷黄敬达大抛媚眼 因为此举太过明显 还被伪随而至的媒体拍个正招 凭借暗送秋波的本事 陈亭欣成为三料冠军 也就并不出人意料了 然而对于这段绯闻 人家本尊是不认的 在拍照合影环节 为了避嫌 这两人之间的安全距离能塞进好几个人了 彩梯上房进入TVB后 依旧绯闻不断 曾多次被媒体拍到叶素翟威廉家中 然而两人的绯闻传了五年 却迟迟得不到女方的盖章任爱 两人口径一致的宣称 只是好朋友而已 所以好朋友的定义 界限大到可以不分性别的流速咯 对于媒体的疑问 陈亭欣似乎早有预料 于是2016年 新年终生刚刚敲响没多久 她就对外公布 声称自己的市场很大 林子里的数实在太多 良情责目而息的她 目前处于选择困难症阶段 眼下之意 床上用品不能代替终生可用的金饭碗 口气之大 必然是有辈分人选参考哦 嗅觉敏感的港媒马上意识到陈亭欣的新任绯闻男友 马上就会浮出水面了 功夫不负跟拍人 港媒的咒服夜出 手朱带兔 终于拍到陈亭欣的实锤铁证 这一次陈亭欣身边站着的护花使者 是香港赫赫有名的金牌律师唐伟伦 虽然南方算不上豪门 但是银行账户里的存款 也能吊打翟维连好几个回合了 有趣的是 有名有才有身份的男人 身边从来不学美女 陈亭欣被媒体爆料时 唐伟伦可是有正牌女友的 对方是一个叫Candice的模特 也就是说 陈亭欣是属于南方劈腿的小三了 不过他本人并不认领小三这个身份 表示自己跟唐律师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普通朋友的定义很快就被陈亭欣玩烂了 或许是因为骑驴着马 手术两端的手段 搞得鸡飞蛋打了吧 听说前任绯闻男友传出新恋情时 陈亭欣打翻一谈正宗山西老醋的味道 飘得全港都闻到了 2017年媒体爆料 翟维连留宿刘佩月 并且亦有所指的说明 翟维连劈腿陈亭欣 但是翟维连却义正词言地表示 之前陈亭欣本人都声明了 他跟我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所以劈腿之说从何而来呢 但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表示不服 陈亭欣突然内涵男友劈腿 然而到了2018年 为前任吃醋没过多久的陈亭欣 突然传出新恋情 这一次对方是个真正的钻石王老五 身家10个亿的杨振元 是香港著名护肤品采风行的大老板 没有跟这位离异单身奶爸处对象之前 陈亭欣的座驾 只是几万元的一辆日产小车而已 如今的陈亭欣 开的是价值50万的豪车 陈亭欣能站在杨振元身边 若不是有些伐木工的手段 还真搞不定这么大的金龟婿 因为盯上杨振元的女人 并不止她一个 在陈亭欣之前 杨振元身边也是有女朋友的 模样身材样样不差 是一个叫刘依静的模特 只不过一种菜是吃久了 富豪也想换换口味 毕竟他们消费得起 王思聪不就是个行走的案例吗 若想登堂入室 必须获得小少爷的认可 陈亭欣很快就入主东宫了 并且悉心照料男友 跟前妻所剩的两个儿子 主书的鸭子搞飞了 心里指定很难受啊 所以刘依静才会表示 自己遇到渣男了 只不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且不仅仅一只黄雀 陈亭欣虽然否认自己是小三 但是却挡不住 有小四小五向他积极学习 2019年港媒爆料 杨振元跟陈亭欣的闺蜜阿玉有染 不过除了阿玉 还有一个人对杨夫人的位置虎视眈眈 这个人就是2012年 港姐出身的陈杰玲 有趣的是 陈亭欣当年说过的话 陈杰玲也是一样的照搬不悟 先是否认自己跟杨振元的绯闻 却又丝毫不顾及 人家正牌女友的感受 主动去南方所在的健身房 大秀好身材 然后又表示 自己并不缺少男人的追求 不懈做小三 都是千年的狐狸 玩什么聊斋呢 一山更比一山高 小六也很快 后来折居上 2020年 陈亭欣的闺蜜模特 蔡佩贤 通过陈亭欣认识杨振元后 不顾男友的感受 很快就跟杨振元打得火热 东窗事发之后 陈亭欣马上变脸 当众表示 蔡佩贤并非是我好友 她还暗讽 蔡佩贤不是正经女孩 自己以后都不会再联系对方 但她仍信任男友 今次一事 陈亭欣却因祸得福 很快得到了杨振宇送的精神补偿 一套价值上千万的豪宅物业 于是 2020年年底 当杨振元卷入谢可义 与英美集团离异单身女 方杰盈的三脚链时 更有指她 是方杰盈腹中胎儿的爸爸 陈亭欣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2021年的时候 陈亭欣还频频晒出 自己在杨振元疑似正宫娘娘的美拍照 似乎宣誓自己的主权 并且一度传出好事将近 加入豪门做杨太太的传闻 只可惜 雷声大 雨点小 南方至今也没给她一个身份 甚至两个月前 杨振元还被拍到 与美女亲密出游 在快艇上 男人一直有说有笑 关系相当不错 最后坐上杨振元的跑车离开 对此 杨振元本人没有给予回应 反而是陈亭欣跑出来 为男友澄清 她表示 认识金发女孩 并说 认识与否都无所谓 毕竟朋友不是男的 就是女的 她觉得这么普通的事情 无需特别回应 看得出来 她仍信任男友 陈亭欣的豪门阔代生涯 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却又似乎遥遥无期 香奈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 不如经营好自己的尊严和美好 然而这句话 仅限于那些自尊自爱自重的女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